大家好 店店家店分享新能源相关资讯 近期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个热搜事件 就是有一位北方的车主宣称自己的比亚迪汉 纯电版本在冬季的续航缩水高达三分之二 这个标题非常的引人注目 但是呢 目前为止很多车主发声说 虽然冬季车辆会有一些续航上的缩水 但是不会夸张的这个水平 现在也有一些媒体 不管是单独的专项测试也罢 还是跟其他车型的对比测试 来下来看下来的话 的确没有缩水到这么夸张的水准 那么至于这个号称缩水高达三分之二的情况 首先我觉得应该去排除车辆是不是有一定故障的情况 其次是根据UP主个人使用纯电动车的经验 就是说不同的个体的使用习惯和使用场景 对电耗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这些因素都要考量一下 这个具体的情况只能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 纯电动车到冬季会出现续航上的缩水 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品牌 使用任何电池类型 不管是三元电池 还是零三千里电池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会有任何一个车企会去声称自己 冬季不会出现这个里程缩水 这个问题呢 UP主觉得首先是由于 纯电动车的一个优点 引发出来的一个问题 纯电动车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能量利用效率特别高 就是电池里面储存的电能 90%都可以用来转化成动能 所以说它的产生 在它的行驶过程中 电机和电池放热非常少 这些热量是不足以来支撑成员 在冬季取暖的这是一个问题 而我们在使用燃油车的过程中 带来一个惯性的认知 就是冬季取暖 不会带来电量的额外 带来能量的额外消耗 为什么呢 因为燃油车它一箱油 它用来转化成动能的 实际上也就是不到50%的样子 超过50%往上的 都以热量的形式浪费掉了 这种浪费掉的热量 在冬季的时候 是可以来为成员取暖的 所以在燃油车里面 带来的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 是夏天的时候因为使用空调 可能会出现一些 这个油耗增加的情况 而在冬天不应该出现 能耗增加的情况 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 因为这个电 电动车的驱动效率太高 没有余热可以来为成员取暖 那么给成员取暖的问题 就必须通过来消耗电池里面的电量 也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电池里面的电量 很大一部分拿出来 要用来发热 为这个成员取暖 电纯电动的车子 在充满了电之后 在行驶的过程中 它没法去给它补电 所以说就那么大的蛋糕 这在冬季的时候 一下子被取暖 切走了一大块 这个能量消耗的话 的确是会影响它的驱动里程 而且取暖这个事情 东北方的冬天 零下十几度的地方 它要把车内的温度 升到二十几度 这个能耗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个总的能耗 只跟行驶里程是没有关系的 它跟行驶的时间有关系 因为加热功率 功率乘于时间 就是消耗的电能 所以这个情况下 一些 所以说因为平时 大家来看电动车的消耗的时候 都是单纯来观察里程 所以会出现一个 度量上不匹配的问题 可能会如果出现这种 长时间的原地取暖 或者说是堵车的情况 可能会觉得这个 是不是我跑了相同的里程 我为什么能耗增加了这么多 会出现很多认知的变差 这个没有办法 目前为止呢 也的确是除了引入热泵 来提高一些这个炙热的 这个能量的利用率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在冬季解决这个成员舱取暖 要消耗很多电能的问题 所以说这是在冬季的时候 新能源车会出现 能耗加剧的一个导致里程缩水 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呢 就是说冬季的时候 一些比较小的会加速耗电的情况 都是冬季的时候 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的活性会降低 所以说锂离子的运动会受限 所以导致它电池能放出来的电就会缩少 这跟摸手机到了比较冷的地方 电池的电量会出现一些缩减 是一样的情况 当然这个过程中 电池会给恒温系统 消耗一点电来维持一个东西 所以这块也是会 为了维持电池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也会有一些基础耗电的增加 所以说冬季的话 这个里程缩水 对于从这个原理上讲来说 任何一家纯电动设计都会出现 至于出现的 采用的技术路线类似的话 应该出现的这种衰减的情况 或者缩水的情况 也都是类似的 而且我们现在说 阿部署觉得很多在引游于冬季 这个缩水 或者平时在里程的上面的一些问题 的确说也跟现在 大家去评判一个车的 这个续航里程 都是厂家的宣传 都是以NEDC的水准为准 这个没错 它符合和 它毕竟是一个国标的这个里程续航 但是因为这个国标在制定的过程中 当然这也不是国标的问题 即使采用EPA的手段 也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人的使用场景 个体差异还是蛮大的 它的不管是NEDC还是EPA 它都是一种比较标准制定者 它认为能够覆盖掉一种 大多数人的出行场景 或者出行条件下 它理想化的一种测试条件 而且这种测试 它也不是说把车子充满了之后 从满到零 去做一个多次放空 来取平均数 或者加全平均数的这种测试方式 它是在工作台上取一个 几种工况下的电号 然后带进公式里面把车子 技术探数带进去算出来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跟现实的偏差 本身就比较大 但像燃油车也很少有车主 能跑到所谓车企公布的燃油值 但是这不算 从道理上讲 它毕竟是接受了一个测试以后 而且是一个权威机构的 公开透明的测试的话 也不算是一个作弊的情况 只能说这个标准的 可能覆盖的那种使用场景 不是很理想 而且这种跑 而燃油车呢 我们也知道它公布的那些 所谓的油耗很难跑道 而且同一辆车也会因为车主 不同的驾驶习惯而产生油耗的差异 比如我家的燃油车 我开和我爸开的话 都有30%左右的油耗的差别 个人的驾驶习惯 以及不同的使用场景 对这个同一辆车的能耗的表现 也是会有不同的差异的 那么到电动车里 同样也会出现燃油车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以UP主多年的这个个人的经验 说这些个体差异的因素呢 首先是温度 气温环境温度 因为中国这个地域比较广大 北边冬天最低的时候 能到零下30几度 南边的话 可能冬天的时候 还在20几度的样子 所以这个环境温度 对电池 对于这个车子 能不能跑到NEDC的 这个都差距有多大 是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冬季比较冷的地方 这个设计 还是涉及到采暖的那种消耗 还是影响很大的 其次呢 就是个人的假释习惯 UP主觉得开车 毕竟有些人开的 可能四平八晚 有人开的比较生猛 对于开的比较生猛的这些车主 不管是他开燃油车 还是开电动车 他的能耗肯定是要偏高一些的 为什么呢 因为极加速本身 他就要在高功率的状况 功况下来使用 所以这个本身 电耗就要比你温柔的去用 他要高一些 其次呢 因为这个开的比较生猛 可能会出现 极减速的情况也比较多 极减速呢 对于电动车来说呢 你就不能充分利用 都能回收这边 那边极加速消耗的多 这边极减速回收的少 所以说他就会 消耗肯定是要高一些 第三种个体差异呢 就是你高速出行的比例 在你日常出行中 占多大的比例 EDC呢 它不是一个全程高速 速测下来的 一个电耗的里程 所以说 所以说这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车子在 超过一定时速的时候 风很大的能量消耗 都是来克服 风阻的 而且风阻是跟车速 指数型增长的 并不是等比例增长的 也就是说 车速增长10% 可能能耗的增加 不止10% 是可能20% 可能30% 这种个样子 而在高速上 120的这个 每小时的时速的 这个电能的消耗 时速110是不一样的 当然还有一些小伙伴 会比这跑得更快 所以说那种超高速 引发的这个能耗的激增 也是一个必须考量的个体 在这个具体情况下 导致的这种电量消耗不同 当然 阿博主所说的 这些温度的 个人驾驶习惯 以及高速上的能耗 实际上对于燃油车 同样是发挥作用的 但是为什么燃油车 超过这个公布的 这个燃油标准 批判并不是特别多呢 这里面阿博主觉得 主要的因素是因为 燃油车去加油 它油耗高一点 但是不太会影响 某些大家的出行的 这种需求 毕竟加油站 还是比较普及的 而且加油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油耗高一点 哪怕超过这个公布的 这个油耗 哪怕超过超到一倍 大家也就是觉得 这车油耗太高了 这么一感慨一下 但是不会怎么 太过的影响出行的需求 而且陈电动车呢 可能说有家里有充电桩的 小伙伴呢 可能晚上去冲一下 也影响不了日常的出行 但是对于那些高度依赖 快充的小伙伴呢 可能就在出现 极端情况的时候 它的出行受的影响比较大 那么牢骚就会多一点 陈电动车这块 作为一个纯电动车的UP主 UP主一直是对于身边的人 很少去主动安利电动车 如果有人问 我会去讲它的优点或者缺点 如果说它只是家里的一辆 准备短期 一个比较中短期的时间内的 唯一一辆车的UP主 一般都是说你优先去考虑 那些油电混动 或者是增程的车型 因为他们这些车型 在你出长途 或者高强度使用的时候 能够燃油来补起 相对来说 它是能够在100%的场景下 替代燃油车的 而纯电动车 更多的是在城市待步 或者说低强度出行 或者说是经常在 或者像出租车这样 它虽然行驶的里程特别强 强度也特别高 但是它活动的范围之内 快充站特别多 而且它有足够的 灵活的时间来补能 这样的场景下 它100%替代燃油车没什么 但是一旦你经常去跑一些 充电设施不是很完善 又经常跑一些 又经常高强度的跑长途的话 纯电动车的确是在使用的便利性上 不如燃油车 但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我的一个小伙伴 他已经完成了一个 估计快上万公里的纯电动车的 而且是一款电动微车的这个行驶 他甚至跑到一个县城里面 这个县城里面 到处都没找到 充电桩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影响它的形成 当然它这都是私下游 相对来说 时间的刚性约束比较少 但是 终归来说 电动车 它不像燃油车那样 走到任何一个 七脚嘎啪的地方 都方便不能 这件事情上 纯电动车还是有一定的弱项的 所以说 面对存电动车的这些 很多的关于里程上的焦虑 实际上不如 总结一下 就是说 它并不是由电动车的里程造成的 而是因为充电设施不完善造成的 这些问题 只能等待充电设施 进一步去完善 如果充电设施不够完善 你 充电 就像很多人说的 超过1000公里 电动车就可以取代燃油车 一样是实现不了的 因为你1000公里的 这个里程也有消耗完的 而且1000公里的电池的 去补能 对充电桩的要求还更高了 所以说一定是说 电车的NEDC里程要进一步提高 同时基础设施要进一步完善 尤其是一些超快速充电 技术的完善 才会进一步推动 纯电动车的完善 现阶段呢 肯定是燃油车 各种混动车型和 纯电动车 在不同场景下 长期共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有兴趣 继续关注新闻案相关资讯 可以加关注 谢谢大家 再见